這裡有一個YouTube 來自一個NBC 美國的媒體 在Bay Area 就是灣區 即是在三藩市 說在APEC之後 生活怎樣呢? 回到原藥 有些活家學歸者 因為這次要準備APEC 這個清洗行動之下被人趕了出去 但是APEC一個人 就律律律律回來了 換句話說 在APEC期間 三藩市當局 只是做了一個媒面功課 只是把流浪漢暫時趕走 但是 並沒有好好地處置他們 一旦這個國際事件過了之後 又回復原藥 那些市政人員回復原藥 那些無家可歸者 就回復原藥 回復原地方 我會把這個視頻一節 描述到 它有英文的字幕 我看看它有沒有中文字幕 它應該沒有中文字幕 應該只有英文字幕 不要緊 我相信很多看我的頻道的朋友 都應該對英文沒什麼大問題 基本上的內容就是 過了APEC 所有東西回復原藥 這個我早就已經估計到了 現在也證實我估計是正確的